电视电话南路2段97号B1 电话02-2700-2888 忙碌一整天 你知道你的身心有多紧绷吗 请来树山丘 放下 放空 放轻松 李天舵美学庄园 树山丘 仅三千坪大基地 私家大花园 捷运红线北投二至三房 全新食品屋邀宁建赏 02-2897-9888 这是我的家 树山丘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FM98.1 98新闻台财经已入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大K 曾晃文 欢迎大家到YouTube 搜寻98新闻台 收看直播 因为木华哥今天去当圣诞老公公了 所以今天帮他代班一下 那我们现场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财经VYK Vincent Vincent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刚刚我又看了 最新的欧洲股市 这个跌幅有稍微变重了一点点 这个德国股市目前跌了111点 跌幅是0.7% 法国股市跌幅是0.8% 都受到昨天美国科技板块下跌的一个影响 另外亚洲股市刚刚有提到日本股市今天比较弱 另外港股今天跌了1.2% 那现在港股的技术面呢 刚好是在前波低点的附近 刚好在最低档 有没有可能会破底 待会我们跟VYK来做讨论 那陆股今天也拉回了1.6%上证 那深圳 深圳是拉回了1.6% 上证拉回1.1% 那待会呢 VYK来的主题就是中国股市 有没有机会匹集泰来 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有趣的新闻 这个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曼 他最近也认错了 因为他之前说通膨是短暂的 现在呢因为所有的FED的主席等等 都说通膨不是短暂的 所以他也认错 然后但是他讲说 之前认为通膨 通膨会很久的学者 是歪打正着 是这个运气好 那他说因为他长期在纽约时报的专栏 在写这个专栏 那他常写通膨 他认为通膨是属于这种情绪性的话题 他说很多年来 他写通膨都没有人理他 对但是呢 他自从他写说 最近通膨是短暂之后呢 他收到很多的攻击信函 意思说很多的网军去攻击他 说你讲错了 你讲错了 所以他觉得 原来全世界真的开始担心通膨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我要跟VQIQ现在讨论一下 这一波的通膨 目前市场上大家认为是 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你好像认为通膨有机会短线会建高点是不是 对我想过去十几年啊 尤其是这个金融海啸之后全世界印钞票 结果印成这样当初大家都认为会通膨 就反而通膨一直没有出现 没有很明显 想要拉到百分之二都很困难 你看欧洲美国都这样 那主要其实我这边简短说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当初还没有中美对贸易对抗 还没有中美抗争 那所以那时候全球化之下 其实我们知道从经济的原始理论来说 你只要全球化 只要很充分的话 因为他是所谓的这个生产成本的比较 所以你充分全球化反而会把这个通膨压低 那时候就有言论说是中国输出通缩啦 就他他生产东西都太便宜了 那变全世界反而那个价格都拉不起来 所以是在这种背景 那通膨什么时候 其实渐渐就扭转这种趋势 其实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 1819年 对因为你开始关税提高啦 开始要讲求在地化 那在地化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生产 也是为了国家安全 张中文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全世界通膨就从大家根本不相信会有 反而这个时候有 那当然新冠病毒就是因为临门一脚 把这个效果又加强了 所以整个这样 那我们回过来说 那到底说这个其实全世界最近货币政策就是因为通膨压力引起了啦 包括包括这个像昨天这个英国这个也是神奇了嘛 对 开第一枪 那欧洲是没办法因为他城河很深 他一直还没有看到就业或是这个经济上来 他一直不敢 不敢把他这个货币政策缩紧 那中国也一样 其实你看我们看 其实画面上各位看我们谈到中国市场 那中国市场我们会看到画面上这个 这个PPI其实一度高到其实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PPI代表是厂商的生产成本 对对没有错 就是说这一次这个通膨从这个原物料开始 那把这个整个通膨带上来 那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个PPI跟CPI剪刀差 拉到这个几乎是上个月几乎是这个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了 那幸好新公布出来就是这个月就是11月份的数据呢 有稍微舒缓一点点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绿色线掉下来了一点点 对对 所以你刚刚听到说有没有机会说这个缓和 那我觉得认为缓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会慢慢缓和 这个是几率是很大 我认为很大 你应该是全市场第一个认为通膨会慢慢减缓的人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认为通膨会路来路修会一直烧下去 对对对 那我们因为我们如果探讨这个细项 其实你如果因为当时我们谈核心CPI 它是包括能源跟食品 但是你如果看那个能源 这个CPI真正的内容 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陆 其实能源那一块 它占了它贡献的全数是很大的 那代表什么 就是说那个能源那一块就是原油跟天然气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一个半月 这个原油跟天然气其实是猛跌 对 由于天然气到现在到今天的电子盘都还在破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 因为它有传导时差 你过去一个半月回挡下来 那会造成从接下来 所以我一个月前我就认为说中国的PPI应该会建高 果然新公布出来数字是开始往回头 那这个有时间差 听众朋友现在的这个油价跌幅是1.84% 然后天然气跌幅是2.68% 所以Vincent的意思是说 这个能源影响通膨的这一个 这个因子 太慢的消退 对没有错 等于说你越后面 等于未来一个月会比一个月舒缓 但是这舒缓的速度 可能只是说现在不管是FED还是欧元区的央行 就很多央行 他只能认为 他其实他应该知道 他也应该推算出来 会舒缓 只是说他们有的国家认为说 舒缓的速度不够快 只有这个差别 舒缓速度不够快 所以有的可能就调 好 那我们回来 回到这个指挥中国的市场 这到底有没有办法匹集泰来 那既然这个PPI既然有办法舒缓的话 我认为 他开始中下油的企业的压力 就会开始舒缓 因为本来是说他企业获利压力很大 CPI跟不上PPI 好 那这个是一个点 那我认为是有办法 这个匹集泰来 那我的时间接 这个转的 我认为说观察到农历年 农历年后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因为货币政策 他已经降了两次 这个存完准备率了 对 那货币政策 通常大概你传导的效果 大概也是到差不多一到三个月 一到三个月 那就会这个资金 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就会增加 那你这样推算时间的话 其实应该农历年后就有机会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 我想我常讲一句话跟大K 有个聊天 我们在或节目上我们讲说 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人会骗人 但是钱不会骗人 对 那各位看我们在观察这个汇率 那你如果看到这个人民币 新台币跟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本来全新市场的国家来讲 新市场地区的货币来讲 我们台币是最强的 对 但是最过去过去一个多月 被人民币赶过去了 哎呦真的吗 对所以我们看我们如果统计说这个2020年 其实那时候去年年初 其实大陆其实已经爆发那个新冠病毒了 对 他有一段时间是贬值的 但是台币是继续升 就画面上红色的是 红色是人民币 往上是贬值嘛 对没有错 那台币其实那时候是 其实所有市场新市场是冠军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汇率这个东西其实就代表也有蛮大 一个比重是代表资金的移动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自从这个去年五月 他新冠大陆这边新冠病毒大概控制的不错以后 他就一路升值 后变后来居上 所以我们统计呢 2020年以来新台币对美元升值 就去年 对 到昨天为止 升值了7.6个percent 新台币升值了7.6个百分点 那但是人民币啊 如果同样的时间2020年到昨天为止 是升值了这个这个8.5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讲说 这个其实他们是一个外汇有管制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啊 因为他有所谓的 所谓什么港股通啊 入股通 但是这个也是代表一个资金的移动啊 那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我可以大胆的预测 就是说全球的新市场 明年美国预期会升值三四 三四对 对那大概三嘛 那这样的话 对全球的新市场一定压力会很大 但是呢 唯独两个地区 就是两岸 就两岸 我们从汇率 从汇率的角度就看得出来了 对所以 那我用另一个角度来验证 你看 其实从新市场股市也一样 包括韩国 你把它抓进来比较 你看新市场股市里面是 是不是台湾股市是最强的 对 真的是这样 你如果 你如果看这个 不管你要采样是一年 今年以来 还是去年年初以来 都是这个样子 财肥股市还在这个万八附近 韩国股市呢 这个连季线都还没站上 而且季线还是下弯的 对所以我说其实这个就是提供我们2020年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view 我们的看法 那不是说叫你马上就挑进去 因为我讲货币政策跟实体经济跟上来会有个时间的落差 所以我会把它界定在农历年 所以最近的这个鹿港股 拉回你觉得反而是大家可以慢慢开始留意 对没有错 那一样是这个钱货币的角度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让各位看 就各位看到这个所谓的他的所谓的社会融资规模 其实社会融资规模 我们如果看其实他的这个年增率就存量存量的年增率 其实他也已经触底开始晚弹了 因为我们看那个绿色的曲线有没有 他下不去了 对 所以事实上他降了两次存准率 其实是慢慢效应是有在发挥的 是有 那当然现在大家又会担心说 那不是恒大事件都还没落幕吗 对啊 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利空其实不少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市场我认为说利空越多越好 因为你没有经过重大利空的那种淬炼 那其实反而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他是事有风险 今年大陆股市利空这个列举不完 举不完 从所谓的数位什么什么网路管制 什么精神鸦片 教育板块的这个整改 很多 然后又受到美国的影响说 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什么 没有办法符合他们主管机关要求 可能要退市 一大堆利空 所以这么多利空 反而陆股 这个底部其实有慢慢墊高的一个味道 没有错 那最后一个角度 我还讲说 刚刚大家可以提说 陆股 我就做不同角度 那陆股为什么会界定在农历年 各位看 这个画面上 这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的房企 我们讲 房企的这个债务 他最大的压力其实是 就在今年嘛 2021之后呢 这个规模就会开始变小 从明年开始 他的这个债务到期 就会开始变小 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继续讨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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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通膨 物价上涨 荷包缩水 想买房 现在就要出手 新横滨 Wilson Wang I love you man 他很快投资入股哦 真的哦 恭喜你 谁正值您的时代还赚钱哦 哦不错哦 找对趋势产业 这个时间他都在接小孩 哦真的哦 Wilson来call in进来一下 那是台币吧 是 你希望他抖内什么币 告诉他 抖内我们这个98 98股的台积电影 好像在普通电中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是98金钱包 这听普通电 哈哈哈 等下就不一样了 等下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没关系没关系 奇怪这个很专业啊 这够公的 我本来想说 要你戴圣诞帽 再叫大家抖内 没想到他就先抖内了 帽哥什么时候露胸肌啊 他不知道露胸肌 然后我一定抖内 另外屁时间 我觉得这时段不宜 哈哈哈 要深夜时段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主持深夜时段 那你们都是男的 为什么要看他露啊 说的也是 又没有女的cue他露 都是男的在cue他露 奇怪咧 这个就有点奇怪 因为沐浩哥就小白脸啊 大姐我前面时间有变 蛤 前面时间有变 好 你时间 差一秒而已啊 三一 那你为什么给三一 你都给一秒 透一秒 嗯 投资基金选会行 还是成长啦 没有被你打 你以为他秀医 这样子很奇怪 这下是几分啊 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月公开说明书 听见全世界哦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FM98.1 98新闻台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大K曾焕文 欢迎大家到YouTube搜寻 98新闻台收看直播 哇看到一个好感动哦 Wilson Wang 谢谢你哦 斗内98 原应该是美金啊 我们美金也收好不好 谢谢谢谢这个Wilson Wang 这个谢谢V怪科分析很专业 当然咯 对不对我们这个 能够来当来宾 没有没有三两三 怎么可以上两三呢 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来跟V怪科 赶快讨论一下 刚刚的结论就是说 入股港股 现在的技术面还没有转强 但是是有机会可以慢慢 开始留意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货币政策的总是会发酵 但是他有时间差 跟实体经济能不能跟上 因为现在消费跟投资 还没有跟上来 但是你可能两三个月以后 可能感觉会不一样 所以可以以ETF的角度介入 当然当然 因为我们讲说会有很多板块 尤其是你如果像刚刚有 那个他说有投资什么灵德时代 听说威尔森王啊 你有投资灵德时代赚不少 那怎么才赌内98块 就只要是趋势产业 其实都是OK的啦 那我那我之所以说 建议我们可以观察 一般投资人观察到这个农历年 那大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你今年 现在恒大的这个地产事件 当然慢慢扩散开来 他目前还大陆国内 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 有这个压力 但是原则上 如果我观察时间点 如果到农历年为止 他还没有出什么大事 那基本上这个茶壶里的风暴 就渐渐要告一段落 所以农历年前如果 鹿港股没有再走弱的话 反而是个可以介入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这个岁木年终 选股逻辑 你有什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因为今年很多都是 大概都有轮 轮动到 对就有的人还轮两轮 那我想 台湾最有 但是没办法 无可厚非 因为台湾最有竞争力的板块 还是在这个半导体 这电子 那我们讲说有一些 大概就是说 像我记得两年半前 那都搭一窝蜂是投资5G 那接下来是电动车 那最近是元宇宙 是 就很多题材 那我这边要提供 就是说 当你5G的建设 越来越普及的时候 到最后一里路 其实不是最后一里 应该是最后的200公尺 那就会有一些 可能这些 装置 它的成长速度 会很快 那这个是 因为今年没有 大家比较 媒体比较少谈这个题材 但是我觉得 明年开始很重要 那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个就是说 全球的WiFi 跟WiFi 原件有关的这个出货量 对 那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新的规格 都是已经 跟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你现在5G的这个传输量 还有它的功能 是完全是天差地别 跟这个4G 那这个WiFi的这个规格 在这个地方 就会从明年开始 不一样 各位画面上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 它是所谓的这个80211 AX 这个东西跟以前的规格是很不一样 它会大量取代过去旧的 所以从2022开始 它会大幅度的成长 那个就是WiFi6的规格 WiFi6 对 还有就另外一块 一个板块就是Type-C 又跟USB 那实际上它这个跟元宇宙 或是跟5G的 或是说现在市场上 也有一个题材 叫做所谓高速运算 像台积电在这一块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订单 都有关系 你不管是高速运算 它到最后的界面 跟人机界面 最后中间会有200公尺 只能是 是所谓WiFi的这个规格 就会扭超 你讲到重点 我最近买了那个Oculus Quest 2 有没有 那个玩那个VR的 所以我有时候 那个传输速度要很快 对对对对 然后也需要用到很多的 这个什么资料中心 等等伺服器等等 其实都相关产业 所以伺服器那一块 明年还是很好的 伺服器 不小心问出一些 对对对 伺服器那一块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画面上看到 既然说所谓WiFi 现在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成长 成长一块的话 那可能它就会 不见得会跟指数有关的 指数也许明年是一个大区间 对 但是可能它还是会一路 这个成长 那另外一个板块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什么 就是要我刚讲Type-C 跟USB那一块有关系 因为所有不管 不只是这个MVR 这个PC的规格改换 其实它中间 因为又牵扯到所谓的高速运算 那server就伺服器里面 也会有一些 upgrade的这个晶片出现 因为它必须符合新的需求 所以它也会有高速运算 对 所以那你的这个界面 传出去 当然还是跟USB 这一块是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画面上看到 它的成长也是一路往上 那当然规格它是有不一样 那复合成长 以每年大概30个百分点 复合成长率往上推 所以不管是Wi-Fi 6 还是这个USB 好像跟Type-C有关系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明年很重要的 一个题材 也是趋势性的产业 那这两块里面 我们如果在范围把它缩小 对因为这个相关概念股 还不少 对当然 因为我知道大K每次问问题 都很吸引 问到最后一定都可能就是 就是直接四个号 所以我还是不可免说 还是要准备一下 就是说 那我们画面上看 其实 其实就以这两个板块来讲 那大概就会有 我这边讲 我是讲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有代表性的 不是说只有这个 因为那个其实拉出来 会有很多族群的个股 那这些个股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讲说 2022年这个Wi-Fi 这个渗透率 因为它会翻倍 这翻倍很可怕 50到60% 那这样翻倍以后 尤其是它的单价 还比Wi-Fi5还要增加50% 所以整个营收的贡献度就很高 那这有代表性 大概又耳熟能详 公司当然就是瑞玉 2379的瑞玉 那因为刚好也是今年以来 其实瑞玉整整体这家公司的 涨幅并不大 所以它这一块反而是 因为涨幅很多人 已经涨一倍两倍 那我们也不用关注了 这个投资人要冒风险 那好这个瑞玉 那这个就是你的口袋名单 我这边要声明 不是叫你马上就 下礼拜马上就跳进去 不是这样 这只是先建立口袋名单 那另外一块数位转型 它会带动 所以你刚刚的讲到 跟资料量 这跟server有关系 是不去 那IDC是预估未来 未来五年 资料流量 那每年复合成长率 就是用将近三成的速度在成长 那包括英特尔AMD 会导入新产品 这会有更新 会有更新设备的需求 那跟这个高速运算 还有这个 Type-C的这个 这个这个规格 的upgrade 有关系的 大概会有 这三档代表性的公司 但不是只有他们 其实你Google 从这个相关的 你只要用进去Google 那就拉出 有很多公司台 那有代表性的就是 普瑞 4966的普瑞 对 这是高速运算 这是传统大家都比较知道 那还有刚挂牌 可能时间也不是太长的 这个威风电子 6756的威风电子 对 它也是最近这个宏达店集团 宏达店因为太太太热 原宇宙 就是说跟高速运算有关系的 那另外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股本也比较小叫做安格 挂牌不是很久 但是呢他在这个 呃所谓的影像处理晶片 还有高速运算的晶片 他的技术也是领先的哦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当这些口袋名单 你把它建立起来之后 假设我们未来 因为200多个交易 一年说200多个交易 总是会有利空 对 那利空来可能就是你的机会 等于说V怪客先用基本面 帮大家选股 但是如果遇到行情拉回的时候 这些口袋名单 反而可以拿出来用 因为他产业趋势是向上 对没有 只是这几张股票不便宜 都是高价股 确实不便宜 确实不便宜 那没关系 幸好有零股交易 对 对就好的公司嘛 你就先把口袋名单 先放在心里面 那如果有那种未来一段时间 假设有出现重大利空的时候 嗯 别人恐惧 你就要开始兴奋 对 而且这个资金配置也 不要说第一次拉回就把资金全部压下去 当然当然 这个都是要所谓的分批 因为毕竟 今年整个水位已经拉到一万七千多点 整个水位已经不低了 嗯 那等于说 这个你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留意 所以部位的控制 部位的控制 还是还是决定你成败的很重要的因素 对 好所以今天特别带来这个陆港股 大家可以做留意 农历年前如果没有再大的利空的话 反而可以留意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WiFi6 还有TypeC的相关各股方案 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非常谢谢今天财经VYK来到现场 下周财经一路发跟阮大哥再见咯 拜拜